这盘棋讲解是逆风翻盘 2022年的女子向甲 红方送小碗 黑方是十凤兰 开局是歇恩制度对足底炮 红方架起中炮 黑方飞左向求问 红方不是呢拉长战线 黑方就上马准备出局 红方平炮 这儿的话正常出紧 黑方就过河区威胁他 那红方马切尽溜 这儿黑方也就吃一个 看你什么手段吧 红方可谓是由备而来呀 飞刀啊 西城我们看一下 先踩你一步居 那退居吃马 你还得退 再走鞠五平三 似乎这个棋啊 黑方连吃双兵啊 搭占便宜 但是呢红方这个飞刀也确实厉害 我们来欣赏一下 上马一蹬啊 这儿进一步没问题 上马再一蹬啊 那这棋聚三平击又吃一个 反正我担子跑 这儿红方的出局 看似暂时没齐 马八进六 对方居八进八 要吃马 那就跑三推一 看似好像你居就是过不来 你白丢三个兵 你还没办法 红方下注马 下进六 那黑方一看 我这边吃双 红方顺势一踩相 踩炮双江杀棋 所以呢到这里呀 要注意了 黑方必须得吃一个 红方上马 继续踩相 双江杀棋 这个棋套路很深呀 那黑方就退居去守了 看似也是正常招法 实则这个棋呀 正中下怀 这也就是宋小婉的飞刀所在 这个棋应该走的是 跑八进四 对方如若去吃 跑八平五 那你吃一个 我就吃一个 你再吃一个 我这边又吃一个 等你吃麻的时候呢 我就补试 你退居我就看住 下一步你一出居 我这边撮上杀你 你必须得砍了 所以走到这个局面的话 你要再想去求和 难度还是有 毕竟呢 黑方这个棋呀 他这边有两个局 那么这里 红方肯定是想 炮去打这个中足啊 黑方只需要 鞠九平四即可 你敢打就僵死你 你不打九平三杀你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应该来说 黑方这边的攻势 还比较猛啊 保住几个足啊 红方想和其难度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到这里啊 炮八进四 应该说是 立中主动的好棋 但是呢 临场可能想不到啊 感觉你吃相 我看住就行了 但是你看住的话 他同样去打 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你等于是还是看不住啊 接下来这棋呢 黑方举此间 就开始吃马了 红方这个棋 回马就踩着鞠 到这儿黑方没有目标啊 只能先跟住马再说 找机会啊 比如说我这个上到家 把你炮吃掉 再吃你的马 但是这棋啊 郑重红方的下回 他放中炮啊 你敢这么走的话 他将来可能呀 就弃子在杀你了 所以呢 到这里啊 黑方也不敢轻急妄动 先把鞠拿出来 不让对方的鞠出来 那红方就上马 黑方这时候抛八平六 准备了进鞠再围马 眼看双鞠抢马 把对方逼退之后呢 多子 但是呢 红方这个棋啊 掌鞠 当这个棋啊 你要去吃的时候 这边其实是吃不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吃的话 他这个马可以跳进来 将来鞠一平四啊 你要去守累的话 他鞠一平三 还要抓你的足 所以这个棋啊 将会夜下越猛 你就算退鞠看住 红方可以鞠八平九 黑方如果退鞠直接吃 如果平鞠的话 他这里可以鞠三进二 再鞠三平六 再进鞠点进来 你马一上再平过来 就鞠马冷招呀 偷袭你的底试 所以这度棋确实是不好应付啊 那么这儿他直接走 过河局 形成霸王局 一再呢 你出局就给你对啊 那红方鞠一平三 出到马口啊 没法对 你想去吃这个马 你还吃不到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走的是炮六平八 接下来这棋呢 红方就聚三平四 黑方到这里啊 很想对局 但是又怕人家一将抽局 所以这个棋不敢 他选择的招法是继续打 那红方就马斯退伍 刚好以退为进啊 抓对方的炮 你现在不能一局换双呀 不然换之后这一吃啊 吃光了啊 所以这个棋 黑方只能进炮 勉强支撑 此时呢 红方举巴退役 准备呢 炮打马 横扫前军啊 到这儿确实是 压力很大了 黑方只能退回来 那么红方也就吃掉了 避免他这个炮不过帅 想延缓敌方的攻势啊 所以退居回来 这儿的话 退居又是一部吃炮之马 那这个棋啊 黑方只能坚守了 红方一上马 继续呢作战 黑方这个棋 选择的招法是马都进霸 到这儿红方呢 选择的是拘死精一砍炮 这部棋似乎有点急躁 应该是精炮一打拘就得责了 因为在这个局面下 你现在打士等于白丢呀 那你现在拘一退 他也是吃掉你啊 将来这个棋啊 马往里踢啊 这手段非常多的啊 所以到这儿的话 其实已经不好防守了 红方无子为成 相当厉害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呀 那红方他弃居啊 这个棋啊 也是可战的 但是呢 不好把握啊 吃掉之后呢 抓着马 那红方一将啊 就没先进后取 那这样相当于对了一个拘 黑方不能够消极电炮 否则的话 这个棋啊 对方吃完拘以后 你这边肯定是一个交换 换掉之后呢 红方是拘马炮 而你是拘马 那勺子现在是不利的 所以呢 黑方决定把这个拘器给他 这招棋呢 让对方吃 吃完之后有一个防冲炮 到这儿的话 因为你想吃炮 对方会吃你的炮 所以先把这炮升根 现在灵活的闪击啊 打着马吃着炮 考验对方 刚才说到红方弃鞠之后啊 他不好把握就在这里了 到这儿这个棋 你要走马 肯定是对一将 把你的炮吃掉 那都是鞠马 人家还多足 肯定不行 所以呢 红方弃子 这个棋是有道理的 弃完之后 关键是要上马 临场阻鞠八平六操之过急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马 什么意思 踩着鞠 如果你吃 马四进五跳进来 到这儿啊 将军就崩了 所以呢 这一楼棋啊 那对方可能会平鞠啊 守住内道不吃 那你跳进来之后 他这边还可以回马去守 这样的话 红方只需要破分鞭啊 打鞭足就可以了 黑方如果去看 红方此时再走 去八平六 这样就会非常厉害 将来马可以握槽 退局可以抢足 所以这个棋 应该是红方占优 但是呢 临场呀 我们看到 到这儿以后 红方急于呢 走去八平六 就像来一招啊 这个初老帅杀棋 看着好像很厉害 是的呢 黑方一甩去 刚好可以看出底线 那么你要走马 就把你跑吃了 这样你还是没骑 黑方仍然是多足之士 所以呢 对方只好退回啊 去吃足 那这样的话 黑方就上马守住了 那么这儿 红方这个棋啊 面临啊 这边呢 丢着马 刚才的话 他不打 是担心杀一江 星期后去 现在他看了中足之后 就要吃你了 红方不得不上 黑方简明一个交换 对方也就相调 到这儿以后呢 红方啊 肯定是 刮不利重呀 黑方就继续呢 欺负他 然后呢 禁足 对方还不敢吃 一吃千主就丢子 所以他出老将 想走一个闪击手段 那黑方不是不给机会 对方退回呢 吃三足 这儿平均一对 哎呀 这个棋走的确实是很妙呀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黑方呀 这要黑云压成呀 成欲翠呀 这没办法的 这么多足 这怎么守得住呢 对方要顽强吃掉一个 还要吃另外一个 那么最长棋啊 拱着象 他就先守一下 到这儿吃掉了 很明显 现在是马三足 对战马兵 关键是你这个边兵啊 不能够去换掉这三个足 你想马踩他过去了 所以到这儿的话 已经形成了三线练单之势 所以这样个棋啊 应该来复合十纳九稳的 对方跑不了了 那就一个足换两个式 对方也不行 所以呢 黑方就快速杀了对方阵营呀 我们放在这个棋啊 就想去踩这个足纠缠一下 但是你又不能常踩 最终的话 无奈落势啊 那黑方马踢进去 一旦别着马腿 对方就不好下了 所以他借机调整马位啊 就顶住黑方的马 不给他马进去切入 到这儿的话 走着走着就回去了 那黑方当然切入啊 对方可能时间紧张吧 到这儿也是无可奈何了啊 已经是形成一个破试之势 因为这个棋 你要是回马去看中式 把马抓死 但是如果你不回这个马的话 比如说你就飞个象 那你都要竖起的 他给你吃一个 你不得不吃 这儿砍一江就失掉 再砍一江 只能出左边回马建枪 这个马望尘莫及啊 你刚准备采足 瞬间杀戏 写到这里 十凤南火圣